欢迎收看六点半新闻,暢西内容 中日钓鱼台撞船事件又有新的发展 网上突然出现一批当日撞船经过的片段 日本有官员透露片段是真的 手上更加下令撤查片段外泄的原因 中国就向日本查证 而今次事件可能影响中日两国领袖 下个星期对话的机会 先看一下撞船的片段 网上流传的片段可以看到 日本海上保安厅屯罗船与那国号 拦截中国渔船敏鱼号的情况 清楚见到阮压国号转弯拦截敏鱼号那一阵 在海面激起的白浪 没多久敏鱼号就撞向阮压国号的船尾 之后敏鱼号名笛洗走 有一道在附近海域逗留 现在贵船已经在日本领海内 部分片段就拍到敏俊鱼号 靠近日本巡邻船一阵 日方多次发出普通话录音广播 指渔船进入了日本海域范围 贵船现在做的行为 是在日本领海内不准的 另一段片见到敏俊鱼号 和日本另一艘巡邻船水承号 越来越接近 之后相撞 水承号的船尾露出大量黑烟 背景听到不停有警报声 也有日本船员说 对方撞了我们的船 并且一大叫停船 再看一次 撞船之前敏俊鱼号的位置 靠近水承号的船尾 不过水承号并没有撒停 而是转向 而敏俊鱼号也没有明显减速 有日本传媒报导 当时巡邻船有意拦截中方的渔船 最终导致双撞 另外一段片就从另一个角度 拍摄到双撞的情况 相信是由另一艘日方船隻上的人拍摄 网上流传最少六段 声称是中日撞船的录影片段 总长四十几分钟 都是在分享网站YouTube上载 画面中多次显示四个数目字 未清楚是不是拍摄时间 暂时也未清楚片段是由什么人 以及如何拿到 不过有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官员 就认为片段是真的 当局也表示 录影片段很可能已经外洩 正是商讨应对措施 日本传媒报道 当局曾经复制撞船的录影片 传送去其他部门以便调查 未知是否因为这样而外洩 我们和早前敏俊余号的新闻片段比较 网片见到的船身 同样写着敏俊余5179号 而整个撞船过程 与日本国会议员星期一 看到的撞船录影片非常相似 日本政府当日在国会公开经过展辑 6分50秒的录影 第一部分是敏俊余号在钓鱼台海域 向日本巡逻船雨那国号駛去 撞到左边船尾 第二部分就显示大约40分钟之后 敏俊余号向另一艘巡逻船水承号的方向行驶 水承号不断发出警暴 要求敏俊余号停下 不过最后仍然相撞 日本声称是敏俊余号加速 这次网上流传的片段就清楚看到渔船收网 和早前日本国会指敏俊余号在钓鱼台海域捕鱼的说法吻合 中日撞船事件在9月7号发生 日方一度靠留中国渔船船长尖旗虹和14个船员 日本政府声称拍摄到当日撞船的片段 不过一直拒绝对外公开 到今天星期才给部分国会议员去看 无线电视机者赞月朗报道 日本首相奸籍人下令撤查撞船片段外舍 要求做好保密工作 日本最高检察厅和海上保安厅不排除内部有人泄楼 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海就说 撞船事件谁对谁错已经清楚 日本有责任修补两国关系 网上流传中日钓鱼台撞船片段之后 日本海上保安厅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 保安厅说撞船当日的片段 原本是由冲城石环海上保安部 和检察厅分别保管 其中在石环的片段 要经许可才可以拿出来 而传送到东京下关海上保安厅的部分片段 已经删除 日方怀疑是内部有人泄漏片段 已经展开调查 日本首相监职人哈林查明事件 并要求做好保密工作 内国官房长官先谷有人说 中方已经透过外交途径 向日方查明片段的争议 先谷有人说 希望今次事件不会影响下星期 环斌举行隔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日本首相监职人 和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会面 在北京外交部副部长崔天海说 张船事件的对与错已经清楚 崔天海又说 日本有责任修补中日关系 无线电视机者黄远申报道 在半港 有看过网上片段的航海专家认为 中日船只碰撞 可能同日方巡逻船 转方向拦截中国渔船有关 中日船只哪个撞哪个 怎样撞 怎样撞 成为外界焦点 做过当年船长 现在在海市训练学院教书的杨佩强认为 关键是日方巡逻船的航行路线 他再无以一次可能的撞船经过 他又质疑日本巡逻船水承号 和中国渔船碰撞后无视渔船安全 日方船员 我看它是摆太向油 一个神龙摆尾 而且是加速的 看到那些烟 在它的烟通是噴了大量出来 很多在日方船员船尾 引起的一些浪和水涌上渔船 如果它排水不好的话 其实渔船有机会沉没 他认为日方船员的驾驶态度 不符合国际惯例